只要久坐30分鐘 你的身體血液流動的速度 就會下降了70% 會容易造成血管阻塞啊 內臟器官壓迫啊 甚至還會變胖 所以我久坐變胖 好 你是吃太多 你是吃太多 老闆 今天視角怎麼不一樣啊 因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現代人工作忙碌啦 特別是前幾年因為有疫情 我相信有很多公司都已經養成 可以居家上班的習慣了 所以呢 現在就算颱風架 也很多人可以在家裡遠端辦公喔 對啊 我都沒有颱風架 還是要再加剪片 這樣才有錢啊 不然颱風架是無薪的你知道嗎 不然你放了颱風架好了 我不想把你那麼多薪水 沒有沒有沒有 等於說在2024個年頭啦 很多人的公司肯定是少不了的 遇到老闆算不錯的 但如果遇到冠老闆呢 你的肝肯定也是吃不消啊 所以重點來了 因為好好挑選一張桌子來工作嗎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住在這裡開場的原因 因為現在市面上90%的桌子都太高了 其實不太符合我們人體工學 在操作辦公的時候的姿勢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久坐啊 不知不覺可能就會聳肩 駝背 甚至頸椎僵硬啊 關節不舒服 再來如果我們工作時久坐太久 也會對我們身體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啦 想要久坐30分鐘呢 你的身體血液流動的速度 就會下降了70% 會容易造成血管阻塞啊 內臟器官壓迫啊 甚至還會變胖 所以我久坐 好 你是吃太多 你是吃太多 工作室伙食太好了 所以那該怎麼辦 就是你需要一張好用的升降桌啦 所以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這張Excel 多段翻折的升降桌 一段時間下來的心得喔 首先它的第一個優點就是 不受限的空間 那如果你有去市面上 看其他品牌的升降桌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說每一張升降桌呢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空間需求啦 而且說真的 目前市面上的升降桌呢 也非常的昂貴 萬把塊起跳是非常基本的數字喔 而且因為普遍上市面的升降桌啊 都有電機設備 所以你在擺設的時候呢 人一定要靠牆邊啊 找牆頭啊 不然就拉延長線 所以你要放在家裡 還是工作室的時候 都會有限制啦 甚至有一個品牌的升降桌呢 它來的時候是CKD的 所以你還要慢慢DIY組裝 非常的麻煩 但這張Excel多段翻折的升降桌呢 它顧名思義啦 就沒有那麼麻煩啦 因為它可以多段翻折啊 而且到貨的時候呢 就把我們組裝好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我們帶著走的時候呢 折疊收納只要三個動作 輕鬆一氣呵成就簡單帶著走啦 收起來的時候呢 那整個桌板是可以90度直立收納的 總共呢也僅有19公分的寬度 看你要塞進沙發邊邊啊 靠牆啊 或者放床底 只要你的床底細縫有個25公分都能收納啦 可以讓我們有效利用空間不會佔位置喔 而且它是有輪子的 如果我們沒有移動的時候啊 我們就簡單這樣抬起來 把它就可以移動了 你就不需要說要請很多壯丁啊 幫你搬身降桌喔 那移動到定位的時候呢 也不用怕地板會不會有高低差啦 它是有腳墊可以調整高度的 讓我們輕鬆解決地板問題 那再來這個優點就是剛才有提過了 它可以多段翻折角度 Excel多段翻折升降桌呢 它本身的高度是無段式調整升降 桌面的傾斜角度呢 也有14段的調整喔 不管你是要打字啊 閱讀啊 視訊啊 追劇啊 你可以隨意靈活切換到你自己想要的角度 那久做工作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隨意調整高度啦 讓我們可以從坐姿變成站姿喔 最大的桌面高度差是77公分到112公分 適合各種不同身高的用戶啊 像我們剪輯妹妹只有150 她也可以用 我才不只150吧 所以如果使用到它可以讓我們保持最佳人體工學姿勢 而且幫助我們的血液循環喔 而再來第三個優點就是讓我們有彈性的置物空間 整個桌面呢是70公分到50公分的大小 雖然不到巨大 但也不到小喔 一次性放上我們的iPad、MacBook、手機 各種3C產品、小物、個人物品都夠放 桌面呢也有平板架、水杯架、擋板還有置物的掛鉤 看你要怎麼放都可以 像我們邊工作的時候呢 肯定會邊喝水啊、邊喝飲料啊 就可以直接放進這個飛架狂胃 真是非常的方便喔 所以總的來說呢 就是體驗到的這張Excel多段翻折的升降桌呢 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啦 花個幾千塊就可以買到好用、好推、好放的升降桌 對於現代人的工作習慣呢真的是一大福音喔 而且呢整個桌面算是做的滿有質感的 有時候在拍攝一些產品啊素材的時候 我都放在這張桌子上面拍攝啦 那當然你說它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啊 還是缺點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還是有的 就是希望說官方啊 如果要做下一代的桌子的話 是不是輪子可以稍微做大一點啊 讓我們推的時候不需要整張台形那麼的高 然後呢它可能桌子啊 有做一些更深一點的收藏空間 可以讓我們暫時性的把桌上的東西啊 放進去裡面啦 不然每次要推移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擔心東西掉落啊 我們就需要把東西先清空 這個多餘的卸貨動作算是有一點小麻煩喔 欸老闆 可是這樣設計會不會變很貴啊 嗯 那還是維持原本的狀況就好了 把上述選點當我沒說 那麽兩連結就放在下面敘述欄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去看看吧 那主要是記得對影片按讚 分享訂閱和卡牌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未來通過iPhone 跟任何手機 跟任何三線產品 以及更多特色的相關機的影片上面的時候呢 你才會出到影片上面的通知啦 而且也算是對我做的影片很鼓勵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